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你看 货架上永远有新的品牌 上个月才换的手机随即显得过气 各种研究结果一再被推翻修正 资讯流通 排山倒海 瞬息万变 连一株花一只鸡 不知吃了什么 也长得比以前快 我们的物质丰富了 寿命增长了 耐心却少了 快乐也少了 天地与我并生 可与我并生 自欺一则 这只只肯定的一只鸡蛋出月夜 自欺痛这只鸡万物结一夜 人只剩七只剧烟 剧则为生散则为死 人只剩七只剧烟 剧则为生散则为死 同天下一起烟 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 我们不断地拥有 却觉得更加的匮乏 我们寻求认同 却显得更加的焦虑 科技昌明 人解不开人生的难题 我们争取自由 却不自在 对 自在 像庄子一样的逍遥自在 纸目先发干净 先解归可是不法治 即可永不搁置 纸目先发干净 先解归可是不法治 即可永不搁置 人解只有永之用 耳末之无用 耳末之无用 人解只有永之用 耳末之无用 只永也 知目先发干净 先解归可是不法治 即可永不搁置 庄子在桥上看水里的鱼 他看到了鱼的快乐逍遥 睡客请他当官 他一一回绝 因为他享受免于追逐名利的逍遥 徜徉于大自然 他总能静心听到和谐自在的旋律 他的妻子死了 他伤悲 但不久便骨盆而割 他把生死视作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的还原过程 他病重 弟子要护葬他 他拒绝 他说 大地就是他的棺材 万物就是陪葬 还有什么比这更盛大的呢 心无挂碍 逍遥自在 自飞于 安置于之乐 自飞我 安置我不止于之乐 不止舟之梦 为蝴蝶鱼 蝴蝶之梦 为咒语 伏尽随断 虚指则幽 喝尽随长 断指则悲 蝴蝶鱼 青蛙不可以 鱼鱼鱼海着 虾虫不可以 鱼鱼冰着 去世不可以 鱼鱼盗着 爱莫大于心思 青蛙不可以 鱼鱼鱼海着 虾虫不可以 鱼鱼冰着 去世不可以 鱼鱼盗着 爱莫大于心思 心无挂爱 逍遥自在 庄子是怎么办得到的呢 世上只有一个庄子 但可以有很多的 逍遥自在 而且光是听 庄子的故事 就觉得很酷了 对了 酷其实就是 逍遥自在 鱼鱼鱼鱼鱼鱼 年轻人去 空iryu 听事 京志人 内化 耳外不画 王族 鱼鱼之事 野 王妖 带之 智益 指望是 非心智 是 世上 starring 我们期盼庄子的生活智慧 能够传扬开来 并且期许他能为纷扰多变的人世人生 增添一丝安稳的天然自得 增破庄周梦 两只甲东风 三百座民愿意才一个空 增破庄周梦 两只甲东风 三百座民愿意才一个空 水到风流中 水到风流中 下沙寻放的蜜蜂 水到风流中 下沙寻放的蜜蜂 水到风流中 下沙寻放的蜜蜂 轻轻地飞动 和麦花人闪过桥洞 庄子姓周 宋国蒙艺人 他一生没当过什么大官 在家乡 曾经出任管七元的小丽 生活贫苦 其实 他如果想摆脱贫困也不难 因为他学问渊博 德高望重 但他终究选择了逍遥自在地过生活 在家乡 庄子是个管七元的小丽 辞工之后 生活困苦 常常有一餐 没一餐的 这一天 庄子家中的米缸 又空了 他只得向金河猴借米 大人 近期我的手头比较紧 不知您可不可以先借我一点钱 这个 这个嘛 不然这样 等我收了税钱 再借给你好吗 这 刚刚在路上有一条鲫鱼向我呼救 请给我一身半斗的水 我快渴死了 于是我对他说 哦 不好意思 我正要去南方游说吴王和月王 等我办完事再引来西江之水解救你好吗 没想到那寂予气愤的说 我只需要一身半斗的水就能活命 你却讲出这种空话来 等你引来西江之水 我早就进了干鱼铺了 即使伸出援手真难 不借就不借 何须假仁假意 不帮忙就不帮忙 何必搓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其实 能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最重要 我们可以想一想 在说了这则讽刺的预言之后 庄子还能借到米吗 别抢我的耗子 庄子的好朋友 惠师当了梁国的宰相 庄子前去拜访 有人故意挑拨说 听说啊 惠宰相的好朋友 庄周要来探访哦 我看啊 这个庄周表面上说是来探访 实际上有可能 是为了夺相位而来的 对对对对 我也听人说过 庄周可要才华呢 我看夺相位的是八角不离十 惠师心里不安 于是下令搜寻庄子 但没有寻获 庄子却在这个时候 大摇大摆早上门来 一见面 庄子便对惠师说 哈哈哈哈 说我要夺走你的相位 我告诉你一个传说吧 据说有一种凤凰鸟 它们从南海飞向北海 累了 只在高高的梧桐上歇息 饿了 渴了 只吃干净的竹米 只喝清甜的泉水 一只叼着腐烂耗子的猫头鹰 却盯着飞来的凤凰怪叫 别讲我的耗子 别讲我的耗子 哈哈哈哈 甲之熊掌 乙之砒霜 你要的未必是我要的 毕竟人格有致 庄子把相位 比作腐烂的耗子 再次显明其志向的超然高尚 飘逸不凡 愿意活着 楚威王听闻庄子博学多文 便要求两位大夫 带上千金聘礼 到宋国把庄子请回来 担任清相 两位大夫到了宋国 瞧见庄子在河边树下钓鱼 他俩恭敬地说 庄州先生 我们大王请您帮他治理国家 庄子头也不回地边钓边问 嗯 听说主国太庙供着神龟 我想问你们 请问那龟是愿意死了 被尊共在堂上呢 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 那神龟当然愿意活着了 说得好 你们走吧 我就乐意拖着尾巴在泥里自由地爬 才不愿意被装进井河里 供在堂上呢 逍遥自在地活着最难得 在庄子眼里 不自在地活着和死 没有什么不同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庄子于是退隐于江湖之外 相对 魏王仰慕庄子的才学已久 于是特别下令召见他 这一天 眼见这位眼睛里闪着锐智之光的学者 竟穿着一身破衣烂鞋来见他 魏王很困惑 庄子呀 您的生活何以过得如此潦倒啊 我是穷 不是潦倒 我是生不逢时 生不逢时 对 生不逢时 那什么状况算是潦倒 什么状况才算是生不逢时呢 这里头的是非 没愁好坏等 可有一定的标准呢 大王 人爱吃肉 鹿爱吃草 猫头鹰爱吃鼠 谁能知道哪个味道最美好呢 人睡在湿潮地会腰疼 泥酒攥在烂泥里却很舒服 人爬在树顶会害怕 猴子却很自在 那么究竟什么地方最舒服呢 这我可不太清楚啊 是也是非 非也是是 万物的性质和存在是相对的 因此也就是没有是非好坏美丑的标准 庄子的蓝绿形象 挑战了魏王对学者的刻板印象 因此说他潦倒 一般人如我们有更多的刻板印象 但切记 先入为主的观念 并不是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 天地与我冰上万木 与我冰上万物与我冰上万物与我冰上万物 感恩 在此之感 淡出月夜 自欺痛这世之万物结一夜 人只剩七只剧烟 剧则为生三则为死 人只剩七只剧烟 剧则为生三则为死 同天下一起人 天地与我冰上 万物与我冰上 自己依着实质感淡出月夜 自己痛着实质万物结一叶 人只剩七只剧烟 剧则为生三则为死 人只剩七只剧烟 剧则为生三则为死 同天下一起人 庄子的思想智慧之一 宋国有个地方的地质 非常适合种植秋树 柏树和桑树 它们的用途很广 秋树柏树和桑树 长到一卧粗的时候 就被砍去做养猴子的木桩 更粗壮的便砍去做高大的房子 最粗大的就被富贵人家 砍去做棺材了 这些有用的树 都不能想尽大自然所赋予的年寿 通通中年便夭折了 反观一无是处的栗树 用来造船 船会沉没 用来做棺材 棺材很快就会腐朽 用来做器具 器具很快就会毁坏 用来做门户 门户会流出树枝来 用来当柱子 柱子就会被虫柱石 但也正因如此 栗树得以长寿 庄子说 世人只晓得有用的用处 而不知道无用也有它的用处 他想说明的不外事 有用无用是相对的 有个宋国人戴着帽子和衣服 到南方的越国去贩卖 以为可以赚到一笔大钱 可是没想到 越人大多续短发 打赤膊 身上似化着文采 不穿戴衣帽 宋国人只得败信而归 在行帽上 世人没有多大的不同 在风俗上却大大相依 衣帽对宋国人有用 对越国人无用 可见用和无用是相对的 无需太固执己见 大葫芦的最佳使用法 惠子获赠一个巨大葫芦 这为如何使用它而发愁呢 惠子告诉庄子 庄子我告诉你 卫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 树长成十阶的葫芦 足足有五十容量 但用它来装水成将 却经不起随便提举 就破了 把它剖开来做成瓢来摇水 它却大的没有装得下的瓮缸 这葫芦实在是大而无当 我看就把它砸掉吧 哎呀 你呀实在太不聪明了 你知道吗 宋国有人世代都靠 瓢洗思绪为职业 擅长调制防止手不剧烈的药物 有个人听到这个消息 就要求用百两黄金 来购买药方 这个宋国人聚集全家人 一起商量 我们世世代代以调洗思绪为生 不过只能赚了一点钱 现在如果能卖出技术 就能获得百两黄金 不如就卖给他吧 这个人买到这个药方后 就用来游说吴王 那时越国举兵侵犯吴国 吴王便派这个人率军队迎战 那时他们打的是冬天的水战 吴国因为有了防止手不剧烈的药方 于是大胜 吴王便把土地分封给这个人 惠子你看 这个能防止手不剧烈的药方 有人可以靠他获得封地 有人却还是不能从 喜思的命运中挣脱出来 这是因为用法不同所致啊 惠子啊 现在你有五十容量的大葫芦 为什么不干脆把它挖空 系在腰间到五湖四海游玩呢 为什么偏要忧愁它大的无处可放呢 可见你还是不开窍啊 葫芦里还能卖什么药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死脑筋 我们与其放大事物的不能 倒不如想想它的能 即使今日葫芦还有其他的用法吗 没用的大树 降石到齐国来到屈原这个地方 看见圣庙旁边有一棵栗树 这个树非常大 它的树荫可以遮蔽几千头牛 树身有百人核爆那么粗 这棵树也像山那么高 八十尺以上才有枝干 而这些枝干可以做成几十艘船 万看这棵树的人像改世级的人那么多 但降石瞧也不瞧一下继续前进 他的徒弟把树看个够 然后追上降石 说师父师父 自从我拿着斧头跟着师父学艺以来 从不曾经过这样美好的木材 您却不肯看一眼 这是为什么 我告诉你 这是颗酥脆无用的散木 用来造船 船会沉没 用来做棺材 棺材很快就会腐朽 用来做器具呢 器具很快就会毁坏 用来做门户 门户会流出树枝来 是真的吗 用来当柱子 柱子就会被重柱时 这是棵没用的大树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它才能这样承受 天生我才必有用 看东西也真的不能只看表面 这棵大树虽然不是良好的建材 却也提供了树荫 谁说没用呢 达到无所可用的地步 就能保全自己 这可是大用啊 有用与无用之间 山林中有棵大树 树叶茂盛 罚树的人却不肯罚 庄子问他为何 罚树的人回答说 这棵树没有什么可用的 没用 也许就因为这棵树不成材 所以才能够存活到现在 离开山林后 庄子站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 老朋友很高兴让同仆杀鹅款待他 同仆问主人 主人 咱们的鹅 一只会叫 一只不会叫 请问要杀哪只比较好呢 杀那只不会叫的吧 第二天 学生们问庄子 老师 昨天山林里的大树 因为没有用 才能存活至今 家里的鹅 却因为没有用 而被杀了 老师 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 如果是我 我将处于有用和没用之间 这就是庄子常说的 成道德而浮游的处事思想 也就是灵活处理问题 才与不才 虽有性与不性 假如能顺其自然而处事 也许就比较不容易有大灾害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皆知有用之用 耳末知无用之用 也人皆知有用之用 耳末知无用之用 也知目先发干净 先解归可使 无法知 即可用不搁置 只目先发干净 先解归可使 无法知 即可用不搁置 只目先发干净 只目先发干净 先解归可使 古法知 即可用不搁置 只目先发干净 先解归可使 无法知 即可用不搁置 庄子的亲情 有情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抱子也 这说的是管子和抱书牙之间最动人的友情故事 庄子也有为之交会师 庄子和会师无所不便 豪梁关于之便 就是他们最著名的辩论 但自从会师死后 庄子再也没有可以辩论的对象 也没有可以交谈的知己了 蜻蜓方面 庄子对于妻子的去世 所表现的 是一种豁然节哀的生死观念 他悲伤 但不哀痛 因为他认为 人本生于自然 也得回归自然 这是自然完整的循环 这一天 庄子和会师来到喉水的桥上 庄子俯瞰着水中的鱼 无限感慨地说 哇 你看这些鱼儿 能够无忧无虑 悠然自得地游着 这真是鱼的快乐啊 嗯 你又不是鱼 如何知道鱼的快乐呢 你又不是我 怎么知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好好好 这么说吧 我不是你 当然不知道你了 可是 你也不是鱼啊 所以 你也该不会知道鱼的快乐 道理是一样的啊 哈哈哈哈 请遵循你原来的论题吧 你说 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 这说明你已经知道 我知道鱼的快乐 可是你却又来问我 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 我是在好水之上观察推论得知 庄子狡辩 有些知道只能意会 无法延传 然而 心领神会的沟通 不常发生 大多的情况是 我以为你知道 可是你却不知道 然而 借着鱼的快乐 庄子 真正想说什么呢 无情 庄子和他的之交 卫师常常辩论 这一天 佩师问庄子 庄子 你说说看 人是无情的吗 是的 嗯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如果无情 那他还算是个人吗 嗯 我所谓的无情 不是说人没有感情 而是希望世人的内心 与感情 不会随着一般的 是非好恶和名利 盲目追逐 所以说无情 嗯 但如果不追求名利 人又无何养活自己 保全身体呢 惠子啊 真正追求内心平和的人 只在意他们的生活 是否与自然合一 他们更珍惜生命 照顾心灵 真的吗 而你却只是顾惜肉体生命 任由外在的因素 干扰情绪 伤恶天性 把时间浪费在 有情无情的争辩之中 道是无情却有情 最深的悲痛 往往哭不出来 看似无情 往往也是因为 用情至深的缘故 因为钟情与美善本质 只得对干扰 或破坏本质的事物无情 让我们一起学习 感情只用在对的地方 庄子的妻子死了 惠子前去吊丧 他看见庄子正岔开两腿坐着 敲着盆唱着歌 惠子说 唉 这些年来 嫂子照顾家庭 抚养子女 辛苦不已 如今 你不哭也就罢了 还敲盆唱歌 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唉 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样 妻子死了 我会不悲伤吗 可是你想想 人本来是没有生命的 不仅没有生命 也没有形体 不仅没有形体 而且还没有气息 人死后 一切又还原到最初 生命就像春夏秋冬 四季更迭运行一样 我的妻现在已经 静静地安息在天地 这个大房子里 我真的不应苦苦哀气啊 庄子认为 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 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变化 生命来自自然 结束时也回归自然 因此不必太悲伤 我们的亲人爱人死了 悲伤无可厚非 只是悲伤也有终结期 因为死去的人 也希望我们保重自己 坚强不息 之交 过了很多年 庄子的之交 惠子也死了 这一天 庄子送葬 露经惠子之墓 心中感慨 他对水手说 影帝有个人 在鼻子肩上 沾了一层细薄的白粉 让石匠用符子把它削掉 将石挥动符子 升起一阵风 不一会儿 白粉完全被削掉了 鼻子却一点也没舒伤 影人从容淡定地站在原处 宋元军听说了这件事 就把将石召来 要他已在鼻尖上砍笑一番 将石说 我确实曾经能这样砍笑过 可惜能够让我施展技能的对象 已经死去很久了 说完 庄子随即陷入沉思 不久 他自言自语说 唉 自从惠子死去以后 我再没有可以辩论的对象 也没有可以交谈的人了 其风敌手 其意才能擦出火花 即便潇洒如庄子 少了惠子这个之交 还是不免孤单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知雨之乐 不知舟之梦 为蝴蝶语 蝴蝶之梦 为咒语 伏尽随短 须之则悠 合尽随缠 断之则悲 今晚不可以 鱼鱼海者 夏冲不可以 鱼鱼冰着 去世不可以 鱼鱼道着 爱莫大于心思 今晚不可以 鱼鱼海者 夏冲不可以 鱼鱼冰着 去世不可以 鱼鱼道着 爱莫大于心思 自飞鱼 安知鱼之乐 自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不知舟之梦为蝴蝶鱼 蝴蝶之梦为舟鱼 自飞鱼鱼之乐 自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不知舟之梦为蝴蝶鱼 蝴蝶之梦为舟鱼 伏尽随断 虚指则勇 何今随长 断指则悲 今晚不可以 鱼鱼海者 夏冲不可以 鱼鱼冰着 去世不可以 鱼鱼道着 爱莫大于心思 今晚不可以 鱼鱼海者 夏冲不可以 鱼鱼冰着 去世不可以 鱼鱼道着 爱莫大于心思 庄子的思想智慧之二 庄子说 井底之蛙 不可以和他谈论大海 因为他的眼界 受到居住环境的局限 夏生秋死的虫子 不可以和他谈论冰雪 因为他受到生存时间的限制 穷乡僻壤的人 不可以和他谈论大道理 因为他受到浅漏教育的束缚 孔子说 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脚下的地势不同 眼界便不一样了 由此可见 客观因素与条件 常常限制了我们的见闻与想象 尽管如此 我们却不能以此作为无知的借口 我们也许能安于一片立足之地 却不能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广阔 我们也许能知足常乐 却不能没有报复与理想 井底之蛙 前井里的一只青蛙对东海的龟说 我好快乐啊 海龟好奇地问道 是真的吗 说来听听 我告诉你 在这井里 我尽出自如 和我一起的蝌蚪螃蟹虫 谁能和我相比 听起来 你还真了不起 哼 我独占一颈天地 自由自在 其乐无情 你要不要也来开开眼界啊 好啊 我来了 东海之龟 左脚还没挂进前景 有戏就被井栏扮住了 去了几回 也值得退回 唉 算了 我看我啊 还是回到广阔深远的大海 与许多可爱的海中生物 一起悠悠快乐的生活 日升日落 潮来潮往 海天一色的美景 尽收眼底 说着说着 海龟不禁 眉飞色舞 笑竹颜开 她还说 大海 稀纳万流 永恒存在 这是生活在大海的快乐呀 井蛙经了 惶惶不安 若有所失 井蛙终于知道了 一景天地之外 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有所惊讶 有所失落 但那是她愿意或有能力 去追求的天地吗 这便是重点了 常常我们就像井蛙一样 忘了自己是谁 忘了问自己究竟要什么 其实海龟有海龟的快乐 井蛙也该有她的快活 自得其乐 逍遥自在最难得 秋天洪水上涨的时候 百川贯河 水域宽大 隔水远望 就连对面的牛马也都看不见 河神欣然自喜 以为天下的壮美 都让自己给占了 行到北海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海域 他才发现自己的渺小自傲 不禁忘羊感叹 俗语说 有人通了点道理 就以为自己最了不起 这话正是说我 我曾听说 有人嫌孔子的学问太少了 瞧不起薄疑的大意 起初我不相信 今天亲眼见到大海的浩瀚无边 才知道自己网瑞的见识 实在浅漏啊 人的渺小自傲 像不像河神 河神知道自己渺小 也算有进步吧 知道渺小 也许才能伟大 飞到哪里 在不谋之地的北面 有个极深的大海 叫做天池 天池中有条大鱼 叫做坤 坤变成一只大鸟 叫做蓬 他扇动翅膀 截去锋利 乘风直上九万里 蓬说 哇 飞在高空的感觉 好神奇 好自在呀 大地原来是如此广阔呀 万物显得好小好小 几乎就快看不见了 蓬穿越云雾 背负青天 打算向南 飞到南方的大海 地上的小鸟赤焰 讥笑它说 哼 它想飞到哪里去呀 就连我跳跃着向上飞 飞不到几丈高 就落下来了 展翅盘旋在杂草丛里 也算飞得很高了 这只笨重的大鹏 它还想飞到哪里去呢 哼 鲲鹏志向高远 赤焰 鼠目存光 有些事情 因为个人的理想迥异 格局不同 真的无法好好沟通 志向远大者如鲲鹏 如果自信不足 就容易被赤焰之辈的言论击败 楼顶与楼底的视野毕竟不同 楼底者欲穷千里目 必得更上一层楼 我们可以置得一满 但却不能孤陋果文啊 我的歌 knob 我只能放棱子 我只能放棱子 固执人 外花 耳内不花 静执人 内花 耳外不花 望族 绿之事业 望腰 带之事业 指望是非 心之事业 不内边 不外从 实惠之事业 圈着所依在语 得语而望穿 提着所依在图 得图而望提 沿着所依在语 得语而望远 固执人 外花 耳内不花 静执人 内花 耳外不花 望族 绿之事业 望腰 带之事业 不内边 不外从 实惠之事业 庄子与成语 庄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离我们很远 但她的故事与思想智慧却被留了下来 这些故事 如今听起来还是充满启示 你知道吗 我们日常听到用道的一些成语都和庄子有关呢 庄中梦蝶 为王人不明白庄子的万物无绝对的论调 庄子进一步沉迷观点 又说了一个故事 我梦见自己变成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 忘了我是庄周 醒后还万分惊喜 哼 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 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可见天下万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标准 这下子 魏王就更茫然了 庄周梦蝶或蝶梦庄周该怎么解释 当然也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了 茫然的魏王还会仰慕庄子的才学吗 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究竟是人生还是梦是真实呢 螳螂捕蝶 庄子在栗园里游走 看见一只怪雀从南方飞来 此处翅膀有七尺宽 眼睛直径一寸长 咦 这什么鸟啊 翅膀那么长出来飞不远 眼睛那么大就看不远 庄子于是提起衣裳快不及走 拿着弹弓在旁等候 此时 蝶正停在清凉的树荫间 一只螳螂隐蔽在树叶之后欲捕蝉 怪雀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捕捉螳 却也没有发现树下的捕雀人 庄子见到这一切 不禁感叹 唉 物与物之间 原来是如此互相牵连残害 力和害之间 唉 是如此互相招致的啊 于是他扔掉了弹弓 转身就走 物与物是互以为利又互以为害的 见利妄害 顾前不顾后就会有危险了 螳螂捕蝉怪雀在后 雀后有人人后又有什么呢 得到常常必也同时失去 朝三暮四 宋国有个养猴人 养了一大群猴子 日子久了 猴子的性情 习惯他都了解 他说的话猴子们竟也都能懂 猴子们爱吃栗子 每天消费不少 养猴人本就不富有 于是他打算借着限制猴子们 吃栗子的数量以减低开销 他知道猴子们不会同意 于是养猴人对猴子说 以后你们吃的栗子 也获公平分配 一律早上三颗晚上四颗好吗 猴子们听了个个嫌少 跳着闹着吵闹不已 养猴人接着笑道 好好好 给你们栗子吃 早上四颗晚上三颗 够不够啊 猴子们这就高兴了 智慧虽然简单 对付猴子却已经足够了 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 真有不同吗 但别说猴子 听说类似的伎俩 用在人类身上也能收效哦 买一送一 或半价折扣 哪个优惠方式更吸引你呢 邯丹学部 燕国有个年轻人 十分向往越国的文化传统 专程前往越国的首都 邯郸 去学越国人走路的姿势 和步态 学了一阵子 不料没有学会 邯丹人走路的姿势 却将自己原来走路的方式 给忘了 年轻人百般无奈 只好爬回燕国 盲目模仿 最终可能连自己的东西也丢了 遗失迷失 尊严尽师 相如银沫与不相往来 有人对庄子说 庄子啊 你看 在荒或是战乱时 人与人之间的帮助 显得格外亲密 可是 到了太平盛世 人们各走各的路 各过各的日子 就好像互不相识似的 不知道里头有什么大道理呢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我曾看过在干涸的河里 鱼儿挤在一起互相换气 彼此吐出唾目 湿润对方的鳞片 好感动啊 可是到了江湖之中 鱼儿又以各自的姿态 和方式游来游去 好像互不相干似的 这么说来 太平盛世 反倒不如战乱时期 也不能这么说 像乱世时这样相濡以沫的 苟延残喘 还不如在江湖里 不相往来的自由自在啊 大自然的爱是无量的爱 就像江湖中的水 它给予的滋润是不知不觉 自然而然的 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最高境界 对庄子而言 就是要自然而然 自由自在的吧 刨丁解牛 刨丁替文惠君解剖牛 他的手脚尖锡的动作 和刀子出入筋骨缝隙的声音 无不完美 像是古代桑林的妙舞 文惠君看了大维探符 说道 诶 真想不到你的技术 已经到这样的境界了 庄丁把刀子放下 慢慢的说道 我解剖牛所使用的 不只是技术而已 哦 那还有什么 我解剖牛的最初 眼中看见的就是一头牛 但三年之后 随着我解剖的牛多了 眼中看见的便不再是一头牛了 而是牛身上的筋骨脉络的结构 自此之后 我解剖牛便用心神意会 而不用眼睛看了 普通的厨子一个月换一把刀 那是因为它又砍又割 好的厨子 一年才换一把刀 那是因为它只割而不砍 我的刀子用了十九年 人像新的刀子一样锋利 那是因为我不割更不砍 我的刀锋只在牛身上的筋骨缝隙处 游来游去任意活动 解剖牛的时候 最后牛完全没有痛苦 它身上的骨肉掉下来 就好像泥土从它身上掉下来一样 最后牛更不知道它已死了 这时我再把刀子试干净 好好收藏起来 好极了 你的话提供了我最好的养生道理 庄子借用牛身的筋骨脉络结构 比喻人世的分乱复杂 不会操刀的人硬砍硬割 就好像不懂道理的人 在世上横冲直撞 很多事情经过长时间的实践 再加上一份用心 我们便可以掌握它实质的内在规律 使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人的体温是37度C 我们的出版品是37.2度C 有一些温度 人之初心奔山 我们把中华文化的经典 轻松地朗读 清新地配唱 简要地解释 让孩子们快乐地学习 人之初心奔山 心相惊喜相远 除了朗读 以及唱成歌的三字经 我们还有日常生活规范的 弟子规 口齿伶俐的绕口令 吃葡萄不吐葡萄瓶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瓶 掌握四声的顺口溜 我学汉语平音啦 啊啊啊啊 我们一定学好它 帮助开发记忆力的大学 一学一唱的唐诗 送下文童子 掩饰才要去 送辞 他家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诗经 以上这些有声书 在全国大政书局 都可以找得到 让孩子们快乐地学习 打好文学根基 三十七点二度 凿火店再接再厉 一步一脚印 把许多中华经典唱成歌 我们有论语 学而是细致 不予越乎 有鹏子远方来 不予乐乎 曾广贤文 我们取了一个 很现代化的名字 叫做修身格言 更多的唐诗唱成歌 除了唐诗 还有诵词 以及人物介绍 我们有说说唱唱苏东坡 古代诗修小朋友的启蒙教材 以姓氏编程的百家姓 一千个字没有重复的签字文 天地旋旋转 讲究对账 讲究生律的生律启蒙 还有各个节日的来由 以及介绍节日诗词的 说说唱唱中华节日 强调笑是可以学习的 说说唱唱二十四笑 除了说说唱唱 我们也开发了小朋友讲小故事的系列 学习是愉快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系列的作品 让大朋友小孩子快乐学习 打好根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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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